好 當然回來繼續談 美國最近我們很關注 賀錦麗跟川普 他們兩個既然結婚了 也生了一個小孩 這是恭喜他們 怎麼會是這樣 這個到底在搞什麼 兩個對望 深情款款 還手牽手在沙灘上 這個美麗的背景 這個很多那種情侶 最喜歡用這個照片 所以他們兩個現在在一起 那就 那要選誰 我們要投票投給誰 好 其實最後影片還有 生出一個小孩 那長怎麼樣 很像川普 那基本上來講 其實這個我想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是因為AI 造出來的這樣的一個影片 那其實這種所謂叫做生偽技術 這個其實叫做Deep Fact 那其實他主要就是這個生 其實是從我們以前所謂AI裡面 早期有所謂叫做Deep Learning 深度學習 對 然後這個偽造的這個部分 所以他其實是利用電腦技術 利用機器去學習 然後來製作出這種偽裝出來的這個影片 或者是照片 那其實在這裡來講 我們台灣法務部的調查局 特別還因為這樣的案件 其實真的是越來越多 所以特別教大家 怎麼來做這樣的一個辨識 那他其實拍這個影片的說明裡面 我們這邊來看 他其實一開始把這個調查局的人的五官 輪廓全部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就套用 你可以選擇看你要選擇套用誰 那他選擇在這裡 他選擇基諾里維 然後套用進來之後 我們所輸出來看到的影片 就是基諾里維在這樣的一個影片裡面 他其實偽造的方式 是這樣子製作出來的 那同時他針對這樣的一個技術 他也有做一個說明 教民眾來講 怎麼來做這樣子的一個辨識 說是不是真的假的 他說其實 因為這樣的一個技術 基本上目前的能力 只有套用在臉部上 所以如果你的臉部有 加了其他東西進來 這時候他就會出現錯誤 所以你可以請對方轉頭 因為轉頭的時候 我就看到脖子 臉跟脖子的顏色就不一樣 你就會出現問題 就會出現BUG 或者是你在臉的前面揮手 因為你揮手的時候 他就會抓到什麼 就抓到你的手跟你的臉 這時候他會出現問題 所以你的手會變透明的 對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幾種方式 來辨別出來說 這個影片到底是不是 使用這個身為技術來製作出來 就是說如果對方打電話給你 然後說爸爸爸爸 還用視訊 你以為是真的 因為以前說電話會騙人 視訊你請他揮揮手 或是請他轉頭 可以辨識 對 這個來講 這是一個增加辨識的方式 像剛剛陳彥哥這邊也提到說 其實真的不是只有台灣 這個詐騙很流行 其實國外也很多 像其實在今年初 其實有一家英國的工程公司 奧亞納這家公司 它其實是一家很大的公司 像包括說其實奧運的 這個北京奧運的主場館 這個鳥巢跟水立方 還有我們台灣的這個 台北的這個表演藝術中心 台中歌劇院基本上 他們都是有參與這樣的一個工程案 所以其實是很大的 國際的工程公司 那他們發生什麼樣的一個慘案 基本上來講是一個香港分行的一個職員 在今年初的時候收到 一開始收到英國公司總部打 一開始是E-mail E-mail說要進行一個秘密交易 是 收到E-mail的同時 他其實有一點警覺 這是不是釣魚 因為很多釣魚郵件 對 他一開始是有這樣的警覺的 那結果這個 財務官這個E-mail裡面 他說我們來開視訊會議 那就OK啦 對 開視訊會議的時候 當場其實他在會議 視訊會議上面所看到的 這個所有的人 其實全部都是假的 除了他自己以外 所有人都是假的 除了他自己以外 其他的都是假的 天啊 這個歹徒或這個騙徒 他是怎麼樣取得這個 相關的這個容貌 還好我們現在是現場露營 不然我真的懷疑 博士 你是不是立正 那基本上來講 這個現在的歹徒 這個騙徒 他在網路上 他找到這個裡面的 高層聲音跟影像 然後再利用這個 我們剛剛講這個 DeepFab 這樣的一個技術 來製作出這樣的一個影片 然後就跟這個職員 開視訊會議 那當場在這樣的一個 視訊會議的時候 這個職員他當然覺得 主管既然都下命令了 那當然這個部分 就真的就照做了 那所以 而且真正的這個 視訊會議裡面 其實容貌聲音都跟平常一模一樣 所以不宜有他 所以最後就轉帳十五次 天啊 費了兩億的這個港幣出去 出去 那因為現在AI技術 越來越發達 甚至我們所謂的什麼 虛擬綁架 這種層出不窮 是 這個事件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到底該怎麼防備 好 那其實虛擬綁架 其實這個案子 其實更讓人匪夷所思 對 因為他等於 當然從字面上意思 他沒有真的綁那個人 對不對 可是看起來他被綁了 對 他自己綁自己 那這個事情的原因 是美國猶他州 在今年一月份的時候 有一個中國的交換學生 就一個中國人 他受到這樣的一個綁架案 這個被害人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的家人在中國 被 他以為受到威脅 所以他就聽從歹徒的指示 歹徒叫他做什麼 他就做什麼 然後他就拍了這個 他就先把自己隔離起來 歹徒先叫他自己隔離起來 你自己要去山里 然後自我隔離 然後你還可以 你還要買露營的相關的設備 為什麼 因為你要在那邊度過好幾天 然後同時歹徒是利用Skype 或Fastime來監控他 接下來要求這個 中國的學生自己拍照自拍 然後表現出一副是被人俘虜的這個樣子 那表現出俘虜的樣子 歹徒收到這個照片之後 就把這個照片 傳給他真正在中國的家人 中國的家人看到這個照片之後 真的當然就很擔心 這時候就付出了這個贖金 對 那付出了贖金之後 這個 付出這個贖金之後 最後就被找到 就是警方這邊最後找到 可是實際上發現到 其實沒有人綁他 是這一個中國的學生自己 就是聽從歹徒的這樣的一個指示 然後自己到山上去自我隔離 那這裡面其實有幾個問題點 是因為歹徒這個綁匪 他其實因為我要跟中國那邊 去做聯絡的時候 他其實也需要有聲音或影像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就運用了AI 是 這個部分都是運用這樣的一個AI 來模仿受害者的聲音 然後甚至連電話號碼 這我們都知道 其實都有可能是造假的 所以他在中國的家人 看起來就很像是 他真的本人遭遇到這樣的一個 綁架案 所以其實這種這個情況 其實尤其像FBI 還特別公告出來 說其實這種的這個案子 很多都是 尤其很多是假冒這個 中國的執法人員 然後譬如說就是有一些威脅 那這時候 你必須要接受這樣子的一個監控 你才可以證明你自己是清白的 所以其實目前這樣的這個案子 在最近來講 其實在國外 其實有這樣滿多的 這樣的一個案例發生 好 謝謝博士的一個說明 我覺得未來AI時代來臨 也有很多詐騙的一個事件層出不窮 大家還是要特別小心